讀小说和看兵书而已 怎么样 听完这些 你是否和我想到一样的答案了 每个地区都有一份快递寄到虚密 货物都很轻巧 最多只有信封大小 这些货物应该就是七圣召唤卡牌 启粮粮一直在旅途中和我们碰上 我们是追着怪盗的足迹来到了到期 不对 这还不是事件的答案 不对 这 好像无法得到进一步的线索 怪盗很可能在利用伯赫乌传递货物 不对 这还不是事件的答案 启粮粮手里的货物就是宝箱牌贝 非常完美的答案 原来追了半天 怪盗收集的牌贝一直都在我们眼皮底下 但是 这其中还有一点 启粮粮小姐在蒙德事先拿走了货物我们在碰到的怪盗 时间对不上 关于这个 我的想法是 怪盗不止一人 你们在追的这位应该是怪盗团的一员 其他人恐怕先一步收集好了牌贝 统一寄送出去了 这么一想的话 要在那么多国家收集那么多牌贝 的确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工作 可是 我们追的这位为什么不用薄荷乌的服务呢 手脚慢了 错过了组织约定的交货时间 我想大概是这样的理由 毕竟听你们描述 他只有过一次偷盗行为 还被人看到了 再之后 就都是用交易和打赌的方式获得牌贝 我猜 这人其实不擅长偷盗 原本应该付给薄荷乌的委托费 也被他拿来做交易资金了 那这又有了新的问题 其他人为什么不把牌带在身上 自己回须名呢 除非 他们有一定要留在当地的理由 这也是我人为明了的问题 怪盗团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这套牌贝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这恐怕 只有亲眼见到那幅牌贝才会知道吧 你 你们干什么 别这样看着我 客户的包裹 我是绝对不会开的 这 这要是被公司知道了 我可是会被开除的 我才不要回到齐的黄山眼里做什么大妖怪呢 我们自然没有要为难启良良小姐的意思 事情到了这一步 不如就让大家陪齐良良小姐一起去须迷吧 对呀 对呀 多余的信息我们是不会大听的 就怕万一对方是坏人 齐良良你会有危险 一起去的话 旅行者也能保护你 我也很能打呀 从入职到现在 我还一个包裹都没丢过呢 那些看我好欺负就来抢东西的家伙 全都被我给打跑了 你们让我想想 好吧 我可以让你们一起去须迷送货 但是有条件 你们得躲得远远的 不能让客户看见 哪有带着一群人上门送货的道理 嗯 没问题 答应你了 另外 就算客户真的透过东西 或者真的是个坏人 那也得交给当地的卫兵解决 看来下一站是须迷了 我们这次还真是走了好多地方呢 祝你们顺利 这次的谜底 就留到下次见面时再告诉我吧